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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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前几天我也下了这个比赛 冠军小范范天玉 遗憾的在本赛中也被淘汰了 现在中国围棋的整体厚度实在太厚 所以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我就想突破重重这个主机包围 脱影而出真的难度挺大的 我跟他下午我觉得小王下的影棋下的很棒了 昨天好像跟小范笑的时候感觉很难 我还特意看了一看昨天 太难了 今天我们会先给大家带来这一盘两位失业冠军之间的对决 经过猜先应该是小米的黑棋 谈销的白棋 那么其实这两位棋手 向米玉庭的话他现在等级分排名是第五 谭笑是排名第二十一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排名浮动就太快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不是原来的那个穷的日子了 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围棋比较富 比较富的情况下 比赛比较多 包括比较很多失业冠军 你光够排也排不 前十都排不开了 所以说状态稍微有点起伏 如果跌到二十三十可能好像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哦 是这样 怪不得我在这个二十位看见几位非常有名的棋手 我当时就有点惊讶 因为还有还有很多新秀 还有很多 你比如像什么谢克拉丁浩这样的 对对对 他还没拿冠军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玩意儿 所以说排名我觉得不能说明起手 完全说明起手的实力 肯定双方下起来还是那个伯仲之间的 对 而且也是国内比赛非常难下 当然了这个比赛 主缘非常的悠久 天原赛 是的 可能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内的这个杯赛 没错 而且他还是少有的挑战制的比赛 对对 比较遵循传统 就是跟那个日本的那个之前的那些比赛 还是感觉是比较一致的 那种挑战制的 这个决数挑战者在挑战上阶的天原 要决数最终冠军 非常传统的比赛 而且坚持了应该是三十多届了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比赛 其实也是我觉得新年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的一个赛事 过完我们这个农历新年之后 对 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也是要靠天原赛 调动起来 是的 争取这个2022全联 我们这个中国围棋 特别竞技围棋也是开个好头 对 好的 那么咱们现在赶紧进入他们这个战局 对 然后我们直黑小米和谭笑 我们来看到下了一个搓小木 然后白系下了一个新小木 现在的话很多下法都是去 我觉得趋向于那个格式化 什么叫格式化呢 就是他很多棋都是 很多棋都差不多 而且大家的话呢 就是特别是开局的时候 研究都比较深 特别是一些常见的布局 双方很难都占到对方的便宜 当然了你也可以兵行险 下一些比较激烈的或者说是 乐片冷门一点的一些复杂的战斗 对 像昨天其实我看了一下 包括那个杨领星跟范映 是的 还有赫杰跟依林涛 都下出了新变化 都下出了一些新变化 而且 两位事业冠军都狼狈不堪 赫杰是后面死里逃生 但是开局是大亏 而杨领星是那个在对方 猛烈的持续的攻击下 感觉后面就有点撑不住了 虽然形势不差 但是局势非常的混乱 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没有拿过冠军的 年轻的这些新秀们 真的非常的凶猛 但今天我们来一看 请我们看 两位世界冠军下的时候 下的非常的和平 这里如果是低卦 用一家机 那华为就浓了 就是昨天 对对对 那今天下来一个高卦 那下高卦大概率呢 就会下脱退 脱退定式 脱退完之后呢 就会看到熟悉的 这样的话 打散之后 双方相安无事 然后下不黑的 肯定是正常去挂脚 挂脚 因为小木的脚的话 同样的这个 手脚的情况下呢 会优先 优先 那个于那个腥味 我们给大家 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是同样放脚 放一个脚 这样的话 这个小木脚是很难 射时空 被对方破坏 而熟悉的话呢 大家也都知道 至少有一个二四轻分 或者有一个直接进三二三 至少是个打结果 对 所以说的话呢 在高手的这个视角里呢 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 和小的理论 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拿来用 就是在这些冠军们的视角里 包括在电脑AI的视角里呢 基本上啊 他抬手 他手脚 他会手小木的脚 挂脚也一样 就 就是一般不会把小木的脚 空着去走 腥味的挂脚 或者点脚 如果是两个腥味 那他点 那没有办法 如果有小木的话 一般会优先挂 优先挂 挂小木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小的技巧 也是 当然你也可以走挂小木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怎么说呢 你也可以挂腥味 但是呢 挂小木的会更多一些 对因为这样感觉这个脚 看起来还是平分秋色的啊 不然的话你挂腥味 就显然是白气势占据的这个脚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下不棋 下不棋 谈笑就下得很有意思了啊 没有理而是选择的手脚 这不棋说实话 嗯 呃 我不知道棋我们看了这不棋 有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我已经困了 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 你看到一样 这这种棋手啊 对面首先先做个事业冠军 然后你看你挂了个脚 你肯定挂之前对吧 我们做的预想图都是比如说你肩顶啦 肩啦 是各种夹击啦 嗯对 然后我在这里跟你 战斗 或者是下一些 呃比较那个激烈的一些定势 然后这时候呢你不理我了 哈哈哈 对吧 你使出一招平淡如水淡如水 淡如水你就在别的地方随便扔了一个 对 那这个时候说实话 嗯 但我觉得小米 你什么心态呢 小米没有问题啊 嗯 如果我比如说我去跟谈销一下 我就是一个自困啊 哦 很明显就是这盘棋 这部棋我觉得比较明显 一个呢肯定是对接下来黑棋 特别是黑的飞压 我估计谈销有一有一些 呃独特的应对 对 关键是呢就是这部 这部小飞一下的话呢 琴某会发现了这个呃 刑骑的速度和速率一下就降下来了 哦 对对吧 他就给你降速啊 哈哈 因为我们都知道米玉婷是一位 呃非常擅长战斗和攻杀的事业冠军 对 又今天又拿了先手拿了黑棋 嗯 对吧 又就如虎添翼了 嗯 所以说谈销也是做了一个针对性的 我们先上来给你降降速啊 嗯 对吧 我我不惹你那别惹我 嗯 就是真去把棋给打散 给分割掉 这样子的话能够克制住啊 小米的这个 这个 攻击 嗯 关键是呢这步棋一下一看就是一盘漫长的拉锯战啊 啊 而且这里也给球们介绍一下他那个 田园赛呢是中午十二点半开赛 嗯 美方的话是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分钟的 这个 思考时间 嗯 然后之后是读秒啊 反正我还没读过秒 我那天劈里啪啦拍完就走了 五次一分钟啊 我也不知道几次没没看啊 因为那天我数败啊 时间也没用多久啊 就是但是呢就是呃 也算是一个传统的慢棋嘛 嗯 慢棋所以说如果双方用完时间之后 应该是到四点半 嗯 四点半的话 再进入一分钟一步的读秒 理论上来说 呃 如果两个棋手都下的比较慢 又比较那个呃 激烈的话 嗯 说白了下到六点以后也是很有可能的 也是很有可能 对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然后再看到这步十四的话呢 我觉得接盘棋就更慢了 啊那就是做好这个持久站的准备了 嗯 你想吗这个怎么 容易 不会垮掉的吗 不会垮掉 一时分不出胜负肯定就往后拖嘛 是 所以我们来看看实战的这个下法 好 黑的飞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下不起 我觉得就明显有备而来啊 这步坚顶 但坚顶的话 这个局部的话 我先给其我们一个提示 就这步坚顶平时不要用啊 嗯 平时是不能用的 以后再说啊 呃 一般来说我们是用这个爬 爬完之后现在好像跳的偏少 我看他们下二路飞的会更多一点 哦 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看起来有一些 这个局部稍微越显一点 有一点点龟缩 嗯 但是呢总体也说还是两分 黑的持续飞压之后 这里 可以肩顶 嗯 也可以断也可以 加也可以脱线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肩顶 这样的话呢 是完全可以下的 黑的搬一下 搬一下 然后搬完脱线 你也可以打一下啊 打我们就不摆了 嗯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白局取实力 黑的取外势的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进行 嗯 其实现在爬了飞应该也可以 因为大家会看到 呃这个外势 请问看到 这里小飞也限制住了 你左边的发展 嗯 下边其实也是漏风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潜力啊 那可能请问就是说 那为什么要尖呢 尖其实跟右下的这个定式息息相关 哦 右下啊 就这么说呢 因为尖顶的时候 黑的是可以做挡的嘛 嗯 挡的话你只能从这边搬 嗯 那黑的至少是可以正常的这样 往前长的 哦这样 对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这边的外势会非常大 但是为什么说 这时候黑白的是可以考虑尖顶呢 因为它这里 我们看到这 右下的这个定式的选择 脱退定式它的头比较低 嗯 白的如果实在担心 对方围围这个边 他可以一个高挑过来 直接就全线的压制住 呃 黑旗这个整个下边的一个发展 嗯 也就是说呢 在这边压一排外势呢 其实对黑企来说 局部肯定是满意的 但是呢 全局的配合上呢 会显得有点自相矛盾 嗯 这就是为什么白的 缘一下缘的原因 哦 主要是看配合 对 如果这边是一个平 普通的星位 嗯 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大概率 白旗是亏的 嗯 就大家还是可能要爬了跳火爬了飞 嗯 对吧 因为这个原因很常见 嗯 就这个这个旗应该是一个大型套餐 就是 今天的谈效应该是 我们 就非常的有 这个 研究 嗯 嗯 他想取实地 先这里分割 右边分割 黑旗 然后再取实地 然后再进行防守啊 然后把外式给你 因为你又不发挥嘛 嗯 当然了 我们再看下部 所以说这里就我们会看到围棋就是这么有意思 嗯 你想干什么呢 对方就不让你干成 可不是吗 你想 你想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舒服的 呃大道理 啊 然后这时候小米说 搬 我不挡了 嗯 就是说白了 我我尽量让你 我不能让你满意 让你去走这边 嗯 那这样我还是走这 嗯 那你去往里面走 如果你挡下来的话呢 这时候 我们会看到他大翅 这样 别管 啊 这样的话就比刚才明显会便宜 对 只能打吧 黑器就可以打下来了 刚才我们是退的 现在我就能把你拍住了 对这个肯定是 还是非常 效果非常的明显的 嗯 黑白器前前路渺茫啊 给关门了 太委屈了 刚刚是连续爬了 这里还漏着风的 嗯 现在就全部给封锁了 对 所以说搬的时候呢 白的应该是不能够去再挡了 挡了 挡了一点亏 嗯 所以白器也反击 嗯 但下一步棋呢 我们就看就叫斗智斗勇 嗯 因为我相信这两步棋啊 站在黑器的视角 站在米玉婷的视角呢 他已经知道了 今天这个老对手啊 就是想取失控啊 嗯 那个以柔克刚啊 不跟我大规模作战 嗯 那我一看我那我就不能给你控啊 因为这盘棋很明显白的 手的比较牢 嗯 提醒比较紧密 所以暂时没有攻击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 对吧 你不让我好过 请不看到 我也不让你好过 嗯 这单退也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 不错的选择 如果打池呢 打池 打池 当然也可以了 打池汤我会飞啊 这样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 呃 角控嘛 主要是一个角控的问题 角控的话 大概会这样吧 我感觉 这样之后 黑棋还是得拿到的坏事 嗯 白棋还是拿到的时空 嗯 白棋整体这个形状还是比较好的 呃 弹销得逞了 啊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打散了嘛 13块7都打得很散 然后也没有什么外事 也失控 也基本上是平衡的 因为两个脚 两个一人一个边 所以说呢 这个打池不是说不能下 嗯 但是这个场合 我觉得下一步 其实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用 啊 特别是这个布局的场合 我这里的 接盘起的小米 我觉得米亦亭下的非常的 机智啊 嗯 这个部 我觉得甚至觉得 看到下一步之后 我觉得它的状态 确实要更好一些 哦 就这样随机应变嘛 嗯 因为看出了你的意图之后 对吧 就是我们用单腿 全部会看到这种白的 就没有办法 它很想保脚 哎 但是这被 保不住了 这打完刚才被拐下来了 哎 这个就无能为力了 嗯 所以白棋 没有办法再糊这个了 对 如果你用爬的话 啊 它长也可以 它吃也可以 这样的话爬一下 本身就亏了 我就算再吃回来了 这个 不能走这个 也不能走这个 感觉只能接中间 只有这一步了 接中间之后呢 就是虽然说 跟刚才的那个比啊 请不看到 不一定谁好 但是呢 把黑棋就成功的把白棋的意图给这个瓦解了 嗯 而且呢 它占据了脚地啊 对 相当于这个局部其实是黑棋走实地了啊 因为黑棋本来这边就偏实地 嗯 特别是右下的这个定势 嗯 这时候白棋被迫去拆边 拆边的扩张的时候 这个 就没有看到整个右下的这个定势 特别是这个跳出 从方向和配置上就闪闪发光 嗯 所以说 我们会看到 呃 一个全局的非常不错的思路 嗯 躲过了 呃 谭校这个地方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小 小的陷阱 嗯 我个人觉得黑的下的更出色 啊 实际上局势肯定是两分啊 但是 呃 看到这两两步棋 嗯 很明显啊 小米的 这个很灵 非常的 思路非常的清晰 嗯 还还能拿到个先手吗 嗯 上面还能继续去扩张站一个大厂 对 接下去会一起站大厂 挂脚 白棋这个时候夹过来 夹这里是不是好就不知道了 这个夹这个位置啊 我已经觉得 挺奇葩的 对我确实当时看到这步棋也是没想到 不是他为什么要夹在这里呢 嗯 因为总觉得黑系这个地方是个硬头 对一般的感觉 因为这还露着风嘛 嗯 一般的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很硬朗了 嗯 因为把黑的随时接在这就是一个铁活的形状 对 就算被你接 我从这飞也是活的 嗯 也就是说这块其实黑的是 而且管还有先手味道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其实黑的如果我们算拐了这个压是先手的话 我们假定啊 其实黑的是一是一块非常厚实的企业 嗯 又有眼又 那个头又高 而且呢局部还近活 嗯 然后你就说你非要 走到这 对吧 感觉 我觉得 说实话本来感 正常感觉应该在这里 嗯 甚至这里 那这里这个边大不大再说啊 这个之后觉得蛮奇怪 而且呢这个 这个形状本身左边也不大 就正我觉得正常的思路 这步骑反正我觉得谭笑下的很很特别啊 嗯 难言好坏 我觉得正常思路应该是一二一下 嗯 压黑席不能搬这被断了 估计是能查 压完之后嘛 然后你就两个选 跳我就再尝一下吧 你你不知道你尝一下 嗯 这样这样之后我们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这边猜 嗯 一个是这里猜 或者是这边夹击或者跳脚 我觉得都可以啊 嗯 因为总体来说 请我们看左边的这个边 并没有那么大 而且呢本身这里夹在这里之后 其实也蛮需要这两个压的 嗯 你总被拐到下 总是感觉 不是很舒服啊 这个地方 嗯 有点重复嘛 是 当然你也可以不压心留着 嗯 但是没有必要走这吧 就这步骑 而且你这步不是逼人来走这步啊 嗯 你说黑的也不能像你一样 他肯定会拐的 对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反而就我觉得形状蛮奇怪的 嗯 白色这个七星还是有点奇怪 对 这里不知道谭笑是 是不是 呃一个这个局部后续的一个 呃研究啊 嗯 但只从肉眼上来识别的话 因为我是没有用电脑去拆解的 嗯 肉眼看 因为我觉得比如这样的七星 你你会把其放子放在这吗 呃不会 我感觉你会放在这吧 肯定是不会 所以如果这样倒推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 呃 谭笑其实是 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薄 他希望可以把这几下压掉 事实上是 但是如果是这里有点薄啊 嗯 如果这块还薄的话 那这个局部一定是白的亏了 因为你实地已经送了 哦 对吧 嗯 你你如果这块还薄 那我们不啥都没有了吗 一无是处了 而且呢我们再说一个小细节 如果你希望他贴 嗯 我觉得你应该他应该拆在下面啊 哦 这样的话如果可以贴过来 那肯定比这个位置啊 这个这样 下面还露着风的啊 嗯 那你反正拆下面也没风险 他不可能马上去攻你的 嗯 如果假定他还走这你走这个的话 对吧 那这样你管我感觉拆下面会 明显会好一点吧 嗯 你拆开这以后 前面看从这边拦过来的时候 这里还露个气的啊 对 还不是时空啊 嗯 从总而言之感觉这个地方 有点奇怪 就是这个 步调位置有 他下这个高的 其实正常是这个逻辑啊 就刚才我把这个长条算 对 然后我们就当分地是一定好啊 但他这样的话 这个高位前面看一定比低位好吗 嗯 所以说正常是不会让他拐过来的 嗯 对吧 你说是你动手 那你动手就没法聊吧 如果你还担心人家比如说什么碰碰 还要还要断你 那你 说实话我觉得就有点 那个思虑过度了 哈哈哈 对吧 这么多人你还怕他来断你 那也没日子没法过了 嗯 就他断你就断你吧 嗯 就肯定不能怕他来这里折腾你啊 所以说 这个家还是有 看到这两步就觉得有点奇怪 嗯 是这个位置 而且呢 奇奥哥哥哥看到了给的黑旗 黑的没有选择 他总不能让你这样压完完整的封锁 他一定会拐的 嗯 就是逼黑的这样下了两步 嗯 而黑旗走完呢 又是在这边夹击 其实这首棋 我我觉得我也没有想到 我以为黑旗会脱先的 脱先他应该是担心他这个飞下来 飞下或者跳下 嗯 是 所以黑旗其实现在是想主动出击 以公为首吗 我来攻击白旗 嗯 你正好来不及嘛 你飞的话我先我先攻你 嗯 然后白旗下一步走在这儿 又很奇怪 对我也觉得 我已经就是今天的谭笑下的旗下的很神奇 对 因为这首棋只是说单纯的完成了一个目的 就是把白 把黑旗分开 但事实上 黑旗这个局部 你这个走这个也好走这个也好 我都是火旗 正常他下完这步一定是要飞搜根的 对 你这样是不是会被黑旗飞过来了 我个人觉得啊 就你如果不搜这个根 嗯 你整体的这个思路就很奇怪 对 因为黑旗就够活起 你先搜了再说嘛 比如比如说就这样啊 嗯 至少下一步我肩爬了肩你不活 嗯 你肩你也没有完全活 嗯对吧 还还有搜光 对 你如果不飞的话你肩在这儿 人家这个地方都不用下了 你肩他飞这边是活的 嗯 嗯 那这步骑有什么用呢 他这边逃就好了 虽然说飞不一定好 就是 但是你不飞的话 就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去 嗯 本来你正常猜的 让他打劲 打劲你肯定是往天上跳的嘛 嗯 你怎么可能往这儿肩嘛 就肩没有用啊 对 对就步调挺奇怪的 你肯定是跳更快 轻快吧 对对对 因为肩它是局部是活的 人家哦 哎哎我好明白他这个 虽然说感觉这个形象形状很不好 但是他万一以后把黑旗封住了 好像这个局部还是可以 可以飞这个 就是他走这个是 杀黑旗 是不是 不是那你首先得先把这个玩封呢 嗯对 就是需要的子会非常非常多呀 嗯 而且你说说就算飞到这儿 我实在不行 我也能活的 就是我实在 实在没有路的这儿 不要上面那四个 我不要那四个了嘛 嗯 我至少能活一半嘛 这些还是 再说你要你要达成这个目标太遥远了 嗯 因为这个子很奇怪 我觉得 嗯总体来说白旗 这两幕其实还是很慢 步调我觉得呃 步调有点奇怪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会看到明显没有太多的子效 嗯 而且说实话 你老对这六个子 惦记这六个子 我总感觉不是很科学 嗯 毕竟人家这里 已经是挺在脚里的 眼位非常丰富了 嗯 而且头也没封住 你非要折腾这块旗 其实意义不大 我觉得 嗯 黑旗出头 你看黑旗的出头还是 是速度比较快 嗯 这里也是体现出一个攻击的风格 嗯 可能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跳出 一般我们选择 但跳出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做一个预判 请问 因为他以预判到白的一定会在这里 刚才像我已经说的封锁这里 去跳这里跳 嗯 那既然黑白的黑的下哪里 黑白的都会跳这里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往往那个左上 走一点的会远离这三个子 嗯 这三个子虽然说他比较 刚才我们说的效率可能有点堪忧 嗯 但是毕竟这三个子非常的硬朗 也没有断点非常的厚实 所以说我们 毕竟这个子力都放在这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再跳 就基本上会被别拦腰截断 啊 是 如果是正常来说 如果我们这样走的话 嗯 就如果我们想连 马上已经能连上了 嗯 那你连不连再说嘛 就是你你至少随便走一个 就能连上了 嗯 所以说呢这时候呢 用飞了 这个跳会显得更清零 如果是你爬的话 我估计他在跳 也有可能就顶住也行 这爬有可能是足手 嗯 所以说他他远离 这个左下的这两个非常非常硬的 白子的话呢 效率会高一点 嗯 白些的话肯定是要跳的 因为不跳被黑的飞 自己就进去了 嗯 就这步其实必下的 嗯 我们来看下部 下部就我觉得非常的凶狠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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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 哦不 这个就是 跟你说我已经 这就是一个骑手的自信啊 哈哈 就如果是一个 对战斗不是很自信的骑手 我觉得可能会连 连上啊 连一个算了 因为这里我们这样跳会有个双刺 对 有稍微歪一点啊 嗯 虽然稀里后头的 还有点薄味 但基本上算连上了 嗯 你手脚的话我就脱下来 嗯 或者是走这边或者出来啊 嗯 这步骑的意思就非常的明确了 啊 我们黑旗的米玉婷说 我连上了不就没战斗了吗 嗯 对吧 嗯 你把我断开才有战斗啊 哈哈 这个意思真的是没有想到 而且呢我顺势捞一把 捞一把之后实控的话 飞进去之后白旗的实控肯定又告急了嘛 嗯 请我们看不知不觉中已经快被四脚穿星了 是的 所以对吧 你来杀我 我们来对攻嘛 哦 那这是挑衅别人来作战了 我一般挑衅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不知道棋友们平时下棋是不是 你必须要就跟你的一些 平时老下棋的一些 呃 棋友们 你们自己对局 嗯 敢敢没事挑衅你的 那我告诉你 他他首先有一点 他一定实力还可以 嗯 他总不能自己挑衅完上来送嘛 嗯 所以他敢挑衅甚至不补棋的这种棋手 只能证明一点 嗯 他的战斗力很强 很强 他很自信啊 像其中棋 其实我觉得照住也未尝不可 嗯 但是他选择进脚 就是让你出来 然后我跟你对攻 嗯 非常的霸气啊 对 那么白旗也是先把这个木鼠先扎住 哎 说实话我觉得哎 这很久没有看谈笑的棋了 嗯 不行 总感觉 感觉气势有点弱呀 哦 王老师是不是应该直接压出来了 不是 你这一步棋 说实话 虾有点瞎不出手 哦 太小了 木树价值不大 不是说这我没有批判这步棋就是 呃 木树或者是是不是大小的问题 哦 那是什么呢 就说你一下你不是被别掀手便宜了吗 哦 这个脚就缩水了吗 就是从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 那就等于是就相当 被比别人白便宜 呃 就相当于这个局部我们 认赔了吗 有点那种感觉 哦 就是气势上有点弱了吗 因为这 如果你尖的话 那他在这边再连 那这两步那他一定飞的吗 嗯 总比被你直接跳下去 对吧 大家看跳下去四十方方的就讲 嗯 这样的话你只能挡了移民也缩水 大概三四木齐了 对 而且这个挡你还不行挡到以后 他封完以后他爬完爬你 可能你还得去做活 那脚上至少差十几木了 嗯 虽然说这个期间也是要点 就是说双方那个眼味的要点 但是总感觉 嗯 就是 就是想想反击 气势上 对对对或者是要不这步起不下 是不直接大跳什么的 嗯 就你 你太被动了 这个旗下的 嗯 气势上已经输了 就是 那是气势上这个比较弱 或者说是下这种比较稳健 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 嗯 就是正常说你觉得这个局势你是优势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 呃 白的至少没有优势 我觉得 嗯 虽然我不我不确定白的是劣势 但是肯定没有什么优势 因为 没有哪个局部可明显获利嘛 也就是说你这时候的防守会显得 我觉得比较被动 球 这里能不能跳出来跟对方乱战呢 对 对 其实黑肯定也挺薄的 这块肯定就像刚刚你说的 其实也没完全活的 嗯 对吧 就 那这个是不是太沉稳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肯定的角度啊 米玉婷的角度 那他这个飞太舒服了 对吧 笑的合不拢嘴了 那我肯定飞了 便宜 便宜 那个局部拿到十几目的时空 然后中间还不影响我联络 嗯 对吧 就 感觉三十六三十八 说实话 感觉又有点缓 我觉得其实跟他刚才的这两步棋挺像的 嗯 就感觉速度有点慢 而且 对对方的压力好像不够 嗯 这样 也就是说在这个局部的这些战斗里面 还是把黑器占得了一些便宜 直觉吧 就因为黑的没有不满的道理嘛 大家会看到左下也活了 左边也破了 头也封了 嗯 左上还 那个顺手牵羊咔的那下游 嗯 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实地上的收获 嗯 这里虽然说有隐患 但暂时冲不开 嗯 然后只能去走大厂 我觉得走大厂 应该可以判 判定啊 这个棋 呃 黑棋的布局成功了 就如果白的只能被迫走这个 右边的大厂的话 嗯 左边应该是黑的便宜了 我觉得 哦 太奇怪了 你看吓得那么硬朗 嗯 也没攻人家 就让人连过了 连回去了 嗯 而且呢 关键是你你不攻他 嗯 呃 此消彼长 你不攻他 你不要以为他就会放过你啊 哈哈哈 他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啊 这就是围棋啊 他一看你那个气势弱了 啊今天有点手软 他就他就得寸进去 对 把你往死里整 嗯 你看这黑器不就来了吗 啊 这个连这个边控也不给你啊 嗯 正常来说这边可能守一守 我估计也行啊 嗯 我感觉上 比如说这里 搭个肩膀什么的 嗯 其实白的黑的也是能接受的 感觉上面已经很大了 嗯 但是呢就不就是乘胜追击吗 一看你今天那个气势有点弱 你一个招下的有点偏保守 那就往把你往死里整 哈哈哈 所以今天要谈笑 说实话感觉 嗯 你刚来围我就不答应 啊 直接就把你这块空给破了 这个肯定是要尖了 请不不能再说了 这个缩被搬过也没法下了 就请 嗯 我这种靠也是不行的 就就就千万不能再说 再说日子没法过了 再说人家 这边再打过来 这里还留个班 嗯 就肯定是只能顶了 但是顶的话 这也是一个 我估计也是现在的一个新变化 以前都是跳的 嗯 我们学期的时候都是跳了之后 做一个 点进来 嗯 这样做活 但现在可能全部说 那跳一个是不是亏了呢 不是跳亏了 我估计跳的话 现在 他难以跳不到 哦 对手不堵这个口来 直接把这个门关了 先把这块围主 然后这边做站 放出去的时候再对攻 嗯 因为毕竟其实左边 黑棋是欠了点东西 这里是欠断的 嗯 这个地方我已经刚才提示了 没有完全静火 嗯 白色这边还自立还是有用的 对还是很多的 所以说 右边尽量我们就地做火 不要 把站火蔓延到中央 嗯 万一被缠绕 缠绕了之后黑的 可能有可能悲剧啊 是 所以他基本就是 那个下 那个地躺拳 嗯 如果你压 那我就长 他才肩回来 很延长嘛 这时候他再肩回来 就跟刚才这个跳的 状态 呃 辐射不到左边 嗯 那个强行别断左边 他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做火 那如果这样的话 白的那太无谋了 什么什么都没了啊 显然不能这么走 啊 这这也是他单点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现在他很 有点担心呃 跳不到了 嗯 那这部棋看起来也不错 可以大家可以用 但是有有利有弊吧 好处是这个棋 防止它 糊 坏处就是黑白的 可能不会压 白的会接糊 但是就不让你 除了这里之后呢 这这个棋 这两部棋还是比较损 损控的 因为这里肉眼可见以后 就搬进来 至少能够获利五六部棋 木树的损失 嗯很明显 当然了这边黑的 就可以反攻白棋了 嗯 这个围棋就是这样子的 对 那么白棋 白棋顺势进角 对 炸的好柔软呀 哦 你们有种感觉就是 这般棋 小米一直在攻击啊 嗯 盘笑一直在躲闪 白棋断 如果可以棋打的话呢 白棋这棋 是肯定是要长的 不是这个棋 实战黑棋是 嗯 这就不能冲了是吧 什么 就是他一飞就只能脱脚 是吧 鲍尔想冲才脱脚 不显得气势有点不足 因为这个盘棋 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觉得白棋 呃 更多的子力都在外面 嗯 而且实地都已经快被 我觉得 小米给捞光了 嗯 这时候转脚 这个琴 有点担心他们目数 吃紧啊 嗯 因为大家看转脚之后 这个边也很宽啊 嗯 你这个子肯定是重伤嘛 你活脚这个子肯定不在了 对 外面肯定是重伤 嗯 就没有点那个硬的下法嘛 硬朗的下法嘛 刚正面的下法嘛 比如说这个我直接靠行不行啊 如果银行不能搬这边 我可以可以断啊 嗯 甚至这样行不行啊 就是 总感觉 哎 对吧 然后出来 你往外捅行不行啊 哈哈 这个确实有点看不清啊 我老师 搬我去就断 我也不知道 就啊 因为这个其实总感觉 哎呀这个 骑下的 有点难受啊 嗯 因为这般骑骑我们看到 整体的白骑控不够呀 嗯 嗯 左边没有拿到你想就这么点木 这个地方还没什么木的 这边还漏了气的嘛 嗯 这里一间这还漏了气的 对 总体没什么时空啊 很担心 空不够啊 嗯 但是好像谈笑下的非常自信啊 嗯 这也有可能是我 我自己那个 判断没有他精准 嗯 我们站在观众的视角 有点为他担心这个气 但是他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哦 对吧 他下了气定神弦的我看 是 我本来还以为他这个地方靠完了断之后 是要跟黑棋作战的 但是 我没想到黑棋还有这样的下法 黑棋可以打完了打 不感觉 让白棋活脚 不感觉上是这个棋 嗯 白的正常得战斗了 嗯 实战的话 他可能以为是这样的 对我以为我也以为就是 他可能以为是这么下的 能形成一点战斗 我觉得他可能以为是这样 因为真子肯定是他 真子是白棋有力 对 他可能以为是这么 我们猜测一下他的意图 这样的话 这里有一个冲 这里有个吃 对 这样黑棋是有点问题 感觉是有点小问题 嗯 或者甚至于直接冲 我不确定啊 嗯 或者单段什么的 或者单段 这里有很多分支变化 他可能觉得逃出来之后 黑的也比较难处理 嗯 但可能没注意小米的下部 这个是好手 对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局部 米玉婷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实力 对 先打一下 嗯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不能翻 哦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绝对不能翻的 因为翻下去之后 这个就是看起来很美 嗯 我先不说要不要夹死你 我就想虎一个 嗯 虎完之后我把这个推死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呢 你其实没有做住我什么实际性的东西 嗯 这个脚全部都姓黑的 对 我的空还是我的空 这个子也被压死了 至少是25目的实控 然后你这里还 还是一个被我攻击的状态 所以说肯定是不能翻打的 那不能翻打的话呢 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他只能立啊 嗯 立完之后呢 黑的有一个巧妙的打持之后呢 全部看他再翻打这里 这样的话呢 好像黑白的再逃就没有威力了 这里可能是有点小误算 哦这样 他打到一下嘛 哦 你的这个再打他就他 这里打到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看 你的威力就拒减了 这边他主要是手的嘛 你打他就可以打了力了 哦他可以 他就可以 不打力他就打了长 长出去了 他长出去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 嗯 如果没有刚才这两个子他奥路利 这个脚上味道非常差 嗯 这样的话你管没有用了 因为他站完之后他已经快火了 你这里只有四口气啊 就被惊吞了 所以说打完之后 好像白了就不能逃了再打这个 我觉得后面又是被迫下的 嗯 这关系好像明显感觉 在局部战斗中 好像 呃 我觉得米玉婷小米的这个状态更好一点 嗯 这个打完了打是不是也比较少见 就是特殊特殊情况下黑棋会怎么下 不就这个形状一般就不转身的 嗯 一般都是感觉要刚正面的 对对对 所以转身的话 他可能刚还是觉得没打到黑的不好处理 嗯 结果被打了一下之后呢 就看到漏算了这个 黑棋的这个 打了打之后好像没有办法了 就是长 就跟就是我现在下的这样了 嗯 那他如果这个长不行 他就只能下实战率 但实战率我真的觉得难应白棋乐观 嗯 就是火角 火角首先是落个后手轻的 嗯 黑的又拿到一个宝贵的先手 嗯 然后左边又该把黑的动了 不管黑的左边怎么动 他一定是整整盘起都是占据非常主动的一个位置 嗯 而且大家仔细想嘛 那个这个小木二间跳的这个脚 说实话 说实话你 你想活个角 你怎么都能活的 是 本身这个局部也拦不住你的 嗯 所以说 感觉这个局部下完应该黑的 我觉得应该是明显的是占上风了 嗯 太被动了 其实我们就旗下的 处处都被黑的占据了 这个先机 嗯 嗯 那实战黑旗白旗这个火角之后 我觉得火角应该是被迫的 对 黑旗整体都非常厚 这个就接啊 其实我们这时候千万别冲动啊 下棋 嗯 嗯 因为我们像这种棋 你当很想吃了 嗯 但是呢 你这个棋全盘没有一个结材 也没有结材 反而白旗有结材 虽然白的前面下比较有点缩 嗯 但是它确实棋的形状非常的紧密 厚实 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能冲动 就是要有结材才能上 有结材呢 你直接叫一举至胜 嗯 没结材呢 对吧 这就是上去送了 这个一定要结材一定要看好 你也没有结材 咱那去只能接嘛 要打一下 然后黑旗 觉得应该是这里刺了一下 嗯 刺黑旗的权利 刺完就要补了 嗯 就是 对就是你刚才你这个隐患就一定要补 不刺的话 这里还有些突破的 可能 刺就是为了 补求个调 嗯 这样的话白旗 呃 再去这个清销黑旗或攻击黑旗的时候 黑旗最大的一块隐患 就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的这个 左下角的这个飞了飞 嗯 飞了飞 有一点死活问题的这块旗 就彻底活了 先因为自己都尖到这了 对 本身这个目数价值也很大 本身这部旗对 呃 使控的也是至少15目 是的 那现在黑旗这个地方模样这么大 白旗肯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了 实战是点到这个 那必须得呃 这个 骑护一下黑旗的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 应该黑的还是比较有力的 嗯 嗯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判断一下 嗯 就这盘旗我们会看到 黑旗下面大概有10目旗啊 有一下 然后加这里呢 10目不到 我们假定这两块接近20目 嗯 白旗的话呢 这里大概到5到6目 那个 左上的话大概6到7目 全盘双双还是 兜里还掏不出20目 嗯 加这个后卫大概差不多20目 然后这里的话 牵半手旗啊 黑的是有一些暗幕的 跟这块骨归差不多 黑的 因为这里牵个跳舞也没多少 嗯 如果这两块抵消的话呢 也就是说现在 在实控双方 呃平衡的情况下 白旗有两个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 这个快旗并没有联络 这四个子 嗯 未来黑的鸭或者飞出 这四个子是有 有可能被攻的 就是第一个隐患 第二个隐患就 当然就更大的 就是上面这个 茫茫的黑的大本银 整个上边 对吧 呃 白黑旗 只要理论上 围出八木旗就是军事 嗯 说实话 八木旗肯定是不止的 这闭着眼睛围了 嗯 这你怎么破嘛 随便猜了边十几目了 所以说 虽然说这里有一些薄围 但是由于自己也没有很厚 感觉 呃 反正我来 我自己分析的话 我觉得黑的非常好下 啊 而且这里非常的 请不看非常的清零 滑不留守的 虽然有断 但是他 他可以从外面迂回的 不是那种被别断就很危险的形状 嗯 而且呢这时候谭笑行不得不出拳了 不再不出拳下不了了 嗯 出击了 出击黑的不会 这时候不会连连落的啊 请不千万不要去连 这种断连不上的 请不说这么连 这么连太委屈了 嗯 我就给你们摆一个 哪怕我下个最俗的 你都会感觉很委屈啊 请不 嗯 对吧 你这里的控制全部都没有了 对 而且这里还以后还有个 呃 有个断点 有个双断 嗯 所以这里绝对不要去连啊 那不要连怎么办呢 它是从外面雨火下去 你外面火了 这里它断不断开 没有关系 嗯 而且其实白鞋这块鞋 也不是说很厚的 这以后黑鞋飞出来 白鞋也没有火 对 嗯 它自己其实这块紫也在里面了 是的 白鞋点 继续是追究黑鞋这个的形状 然后黑鞋顶住 啊白的是必须追究黑鞋 嗯 因为白的不追究黑鞋 白的空不够了 嗯 我感觉状态出的有点晚 就是 有点被动哈 整体来说 我觉得谭鞋这个竞技状态出的有点晚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那个 进化鞋下的明显速度有点慢 嗯 而且没拉到什么时空 嗯 黑鞋压出 现在开始 黑鞋开始威胁白鞋了 白鞋尖 黑鞋跳 本来小米就是个 杀手 就是个攻击手 它本来不会惯着你的 嗯 不威胁不行 心痒痒 怎么也得 不 它这个鞋本身也很大 清不可能 嗯 当它也可以走这边 我觉得走上面 那它鞋就是我觉得性格的一个体现 一本身还是挺大的 二的话 出来之后 这几个字毕竟是比较薄 而且它未来 它还残留从这边逼过来 攻下面这块鞋的可能性 嗯 这里也没有完全两个眼 是 黑白鞋总体来说 其实是蛮薄的这个鞋 嗯 白鞋长 黑鞋继续顶个补入 这个地方黑鞋 是没有太大毛病的 嗯 只有这个地方有个断跌 然后白鞋继续 这这几手其实白鞋都是走在空上的这个这个位置 对啊 所以说我刚才说 其实它不贴 它先手一个应该也可以的 嗯 这边跳下去也挺痛的 嗯 就是 反正如果不是擅长攻击的 可能就会伤住手一个 其实手一个也很大球 就刚才 这边跳一下很难受 因为这里马上被冲断了 是 它自己马上去补这个断 爬是个先手 对 因为黑的白的不斑的话 黑的直接火了 就不用补那个断了 像这种有驾驶的 骑手都不会放过 然后再点 你他们还是挺 其实这个被挑一下挺难过的 不可被冲了 这个顶显然 这两步骑白鞋是满意的 嗯 黑鞋不如先扎实一点 把实力走掉哈 嗯 我觉得骑风吧 嗯 你要让米玉婷去防守 他主要心里不痛快 嗯 凭啥我我防守 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是局势好坏的问题 对吧 在他的字典中 我从来就没有人能让我防守 对吧 我骑可以输 你让我手 差点意思 这个白鞋是选择的一个比较清零的下方 不能再长了 这个周围都是黑鞋走了 再长 再长 反正黑的可能会照过来吧 或者二路半 对 我觉得白鞋还是挺危险的 白的黑的可能先二路半 嗯 这样白鞋比较重 白的其实都快跑不掉了 请问 你仔细看吧 其实都在人家包围圈里面 都不知道咋走 马上就要撞墙了 对 而且就算从这条路走过去白的黑的封住里面苦活也是肯定不能接受的一趟不脱所以只能走的清零一点所以白鞋走的比较清零但是这样的黑鞋其实下面这颗子又吃回来了 他一般你你难说如果你退他就把天上这个给你冲了 嗯 他冲了之后 也是黑鞋也是走到很多 对 冲首先不但是木 他这个子吞掉之后所有的这些破绽全部都没有了 嗯 然后呢只剩下你自己在那忙活了 嗯 所以你好像这个子这个子是其境不能丢 是 下面丢了至少中间这块黑鞋还还要被刮 如果中间这个白鞋丢了其中间直接黑的就全盘都这个连后了 白鞋就没有攻击的机会了 嗯 但说实话但你挡的话这里被扣吃也很痛啊 这些实战 对又吃回去了这个子相当于 时空这样吃完之后黑的时空又又回来了 对 然后 黑的有大概40木鞋 白鞋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嗯 全盘还是20家 嗯 黑鞋冲 这个白鞋是想把黑鞋这个头封住的 但是黑鞋看起来是不答应嘛 这个地方白鞋还是上演了一个 嗯 比较有意思的骑行 接一个先手 其实也可以说是无奈吧 我的意思 也是出于无奈是吧 这个真的不能算是 其实可能不能算是那个 嗯 怎么说呢 不能算是封锁啊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被出去之后 如果这里不封啊 嗯 被出去就裂了 对 全部都漏了 那他就不从第一手就不成裂了 对 然后虎在这的时候呢 全盘看他来不及了 哦 这个是个苦肉机 没有办法 因为他沾这里被冲开了 嗯 他如果沾这也被冲开了 人家就不要那两个了 人家直接冲你来不及了 你扑人家常怪这块死了 嗯 党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全盘看他 先拍着你 你只能管对 那我一这一打你就死了 这一拍就基本上反正差不多了 嗯 你还有一招作劫 但这个肯定不能下的嘛 是的 就这个作劫肯定是打不赢的 所以说他是无奈 这时候呃 只能是这里不能让冲 这里也不能让冲 嗯 只能是一个苦肉剂啊 非常的痛 这个很痛 最关键的是眼味啊 把黑的全部都封了 但没办法 他只能这么走 嗯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封了半天 没有封到实质性的东西 他封锁的是一块火旗 对 是吧 白旗只是把自己走强了 但是其实他这一圈 没有拿到实质性的墓 而且黑的还收获了一个先手 哎 中间这个子关键还很要命的是 我没有吃着 嗯 说白了黑的就算直接尝 气人太甚了 王老师 我说的是 当行是好过可能不尝了 嗯 但是我就算直接尝 你其实能一定百分之百吃的死我吧 嗯 这个还是总是还在 就是总而言之 这个子非常有活力 随时有一个挺 嗯 这边其实已经是很浓木了 还在黑的下 嗯 所以感觉这个旗 下到这里应该非常被动了 嗯 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数了嘛 不算中间潜力 白旗就20木齐 嗯 那现在的话黑的基本控制不变了 这里又吃出来五木齐了 然后上面大概至少有15木 黑的已经20木加这15木35 然后加中间已经40木齐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木 嗯 已经40多了 白旗呃铁红只有20 嗯 还该黑的下 中间当然有潜力 但该黑的下 感觉也不会能围多少啊 嗯 围不了太多的话 这个旗感觉难了 就难 嗯 然后黑旗现在搬这个 啊 这个如果白旗呃 呃 这被黑旗吃一下 肯定白旗大亏 那白旗如果冲的话 冲的话他吃 哦 然后再立行上作战呢 作战他就从这根部把你 他就意思跳出来活一块呗 哦 就就搞定了呗 哦 这样就搞定了 我活了不是我如果能活你不就完了吗 啊 这两头好像白旗很难封锁 我感觉不会死吧 嗯 就就骑怎么死嘛啊 哦 那白旗也冲不到 怎么说的话 冲不到 所以他也不敢挡挡挡备吃很难受 对 实战他是打了这个 打中间就漏了 但打这个不是皮器正式有力 这一冲的话 对 其实基本上骑说实话 感觉 状态欠佳 嗯 对 这样一冲出来白旗这个地方 本来呢 我感觉白旗中间还是该这个 还是有一点点潜力吧 虽然也也有点弱点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潜力的 对 这样一冲出来什么都没了 看到这个冲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呃 明显感觉谈笑 一 这盘棋状态有点牵挡 二的话 我觉得思虑太多啊 啊 就是呃 你不不跟那个米玉婷就刚正面对吧 正面肉搏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 但是呢 他已经糊在你脸上了 你你该捶还是要捶的 嗯 就是这是一个度吗 这番棋其实一直在躲闪 你们看到一直在很被动 你看包括这些棋 都是很无奈的去在防守 嗯 就是不是那种主动的妙手 都是无奈嘛 其实谁也不想就被拔两个 啊对吧 都是那个不走就就垮了 嗯 然后一直在被黑的各种的呃 出击 就是感觉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对 在就是双方实力都相当的时候 我没有出手 我一定要等到对方有了周围的后视 然后我再进来 对感觉那个速速度走的明显 过分的缓缓 缓慢就是 我觉得有点过分担忧呃 对方的这个战斗力 嗯 想把棋下来厚一点 但是好像有点过分的厚了 我们后座棋盘棋最大的问题是 实控不够啊 捅完捅完捅完之后 这里已经冲不下去了 嗯 只能跳 跳着走 冲完就直接被拍死了 整死了 只能跳 把黑的就所有的就行 啊黑的 还能拆边 对啊 这个地方还是整死了 嗯 那就不用拆了 拆边 那跳是啥意思 不知道啊 这是为了防护一下中间吧 是不是 那再拆一个这其他怎么下啊 本来空就不够了 中间都漏了 那贴又啥用啊 这个贴了 嗯 这都下不来了 看不懂 嗯 然后 飞 点先手 这不都漏了吗 点这个 那个硬不就好了吗 嗯 这里没空的呀 嗯 拐出来了 就搬不下去了 哎 我觉得有点梦游旧盘棋下的看起来 哦 但是这个节奏确实是掌握的不太对 不太对劲 你感觉应该是要要凉了啊 嗯 哎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呢 不是他本这个也很奇怪啊 这步棋啊 我们一般是走这步棋啊去我们 一般我们是围这个大模样的时候 嗯 不现在不露着的吗 这对 他自己吃的也是活 他走这干嘛 嗯 他是不是如果这边走后了 是不是会有这个顶啊 顶人家打是先手啊 嗯 基本上是先手啊 嗯 我只要不行退一个也行 退他还要冲断 我打不是先手吗 他打不着 打不着我就硬打吗 他 我顶的时候打吗 你不能把我吃的吧 我先提你 太难了这个 这 如果说他这边很好 不那你得全部把我封住 是 这个事太难了 嗯 而且你顶住已经没齐下 这次也是后手 嗯 确实肯定是没有什么 这里没有齐的呀 这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用 他这种关子便宜 我觉得没有意义 嗯 因为这番棋 时空不太可能够了 嗯 整关子便宜 我感觉 思路感觉 这时候去收空 这步棋感觉没有用啊 还不如不下 因为没有空全盘 你说会摆到哪块最大吗 我已经 是不是那块八木最大呀 嗯 这块挡一个最大 你没挡着啊 你被一跳还没有八木呢 对现在我感觉白鞋整体有点薄 这个中间 不 这个地方大概四四木齐 嗯 这个脚六木齐 十木那八木十八 这个完全都不知道有几木 因为你还没挡 挡上是有十几木 但是你让一跳 也可能就只有五六木了 五木齐了 甚至还有点薄 这个被跳进来 对啊 所以感觉就二十多带队 怎么可能隐瞒 嗯 就这时候拼控感觉很奇怪 白鞋继续捞控 虽然黑的也没多少球 但是黑的四十总摸得出来吧 嗯 你才二十带队啊 是 现在黑鞋这个厚了 这有头 这有头 这中间随便倒了 你现在就搬就没用了 请问他拐齿先手 我给大家摆一下 你搬不搬他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拐出来了 他从这边跳过来了 嗯 或者这边靠 不他现在要杀你 对 白鞋走 黑鞋跳回 这块也没有活 真的你还得搬这个 很薄 现在白鞋 嗯 不是我感觉 已经没了 这盘棋了 嗯 虽然说 我们可能看不完 这盘棋了 嗯 但是我先提前下个判断 我觉得 紫黑的敏玉婷 已经无限接近胜利了 不这个黑的白的太被动了 请问你看中间 一幕前面说 被黑的全体反攻倒算 哎呦 这个猴怎么办 对这个这个官司白鞋 只怕是走走不到了 这个肯定活不到 以后他刮完之后 这些猴 请问看到 是的白鞋还得去多连 你还得去爬这个 要不然一顶就死了 嗯 这也很难受 这个肯定走不到的 嗯 你现在哪有空走吗 你自己这块都进去了 对 这个白鞋 白鞋现在还得辛苦的做过这块 看看 他怎么会冲断 哎 这个 太难了 太难了 嗯 黑的怎么数页有四十五七 白的真的只有二十多一点球 嗯 黑鞋打吃 把这形状已经要碎了 就能退吗 黑鞋是不是 他就沾嘛 贴 沾 不这个形状已经 已经垮了 嗯 嗯 你应该只能拐吃 拐吃 拐吃的时候黑的应该会跳 哦 我就让你 下不还点着你的要害 嗯 马上这个琴摩卡这扎进来 不是死活的问题 人影 人影 整个人都不好了 嗯 如果你再补一手 这个可能要吃猴 或吃奥鞋跳来 真的全盘三十目都都不到 嗯 黑的再怎么样 琴摩卡也有 又四十四十多 而且他他跳本来也把这个都防了 对 但你不能不管啊 你不拐他 你比如说走这边 哦 黑鞋有眼味啊 黑鞋活了就行 这一贴 这全漏了啊 对 而且白鞋这中间也做不出两只眼 不是一贴就虎不上了 这四个还吊着的 是的 这应该只能拐吃拐 是我 我预计黑的跳完 应该会跳 跳完之后 黑的上面已经来到大概将近二十目 嗯 二十嘛 这个是加差不多十五 加这已经四十了 已经四十多了 四十五左右了 四十五我觉得白的已经不行了 嗯 白的全盘就下二十多现在 嗯 三十都都 都数不出来 如果这个二楼被跳 可能三十都没有 嗯 挡住有三十多一点 但挡不了啊 你这里还吃 全是漏的 对 关键是飞鞋是先手 这不怎么办 你虎哈肯定不理你 这不猴也是大概历收接近十目级 这边黑鞋太厚了 嗯 所以感觉已经是 是的 要崩盘了 嗯 我们现在已经赶上了这盘鞋的进度了 现在目前就是下到这里 大概率啊 反正就这飞和这个拐吃嘛 对 可能可能还是会飞啊 因为拐吃就安乐死了 哦 非再说吧 好吧 那飞感觉也不容乐观 这盘鞋应该是 呃 呃 呃 小米应该说从整体发挥的非常出色啊 嗯 呃 积极主动 一直占据着明显的 这个上风啊 嗯 一直他在主导着这盘鞋 啊 弹销显得非常的 有点狼狈 是的 没找好节奏 这盘鞋是 嗯 虽然还没有结束 但是明显黑鞋发挥的更出色一些 嗯 好的 那么这盘棋我们就暂时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孟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精确的这个形式判断了 那么 请大家稍事休息之后 会为大家带来另一盘的焦点对局 我们一会儿再见 嗯 一会儿见 也许你无 谢谢